然後是跟一個全新的導演劉子傑合作 可不可以講一下這次兩個人的一個這樣的機緣 怎麼樣的狀況 這個閃文是2006年年底自由時報 林隆山的閃文的首獎 四千字的一篇閃文就是這樣動的 那在之前就認識子傑了 那時候他是一個電視劇的編劇 所以就知道 然後07年08年記得大家記得07年的時候開始景氣很慘 然後很多人沒事幹 包括我也沒事幹 那所以後來就想著早點事情做 然後之後就開始找子傑來編這個劇本 然後就一步一步了 最後我們大概三年過去了 現在在電影讓大家看到 好那子傑來介紹一下自己 然後說一下跟這個電影 月子電影好像是跟子傑自己本身的一個經歷有關係 有關係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這是我自己的親生的故事 就是我父親過世後回到彰化老家去奔喪的 就是在那七天的過程發生的事 然後最早是花了大概一年的時間 把他寫成一個四千字的展覽 然後在得了林榮三文學獎之後 就觀眾的讀者的反應都還蠻熱烈的 那包括王綠里導演 他在報紙上看到這篇文章 他就邀請我把他改變成劇本 那劇本出來之後 他就決定要拖我一起下水 就是邀了我一起來導演 因為這個故事必須回到我的老家去拍攝 其實他講的是一個爸爸和你們的故事 那王導演他就 希望我能夠在現場會比較知道整個狀況 OK 所以兩個人的組合成為 今年台灣電影一個很特別的組合 大家看今年台灣的電影 然後這個導演王綠里跟劉子傑 是一個很全新 然後大家會很好很好奇的一個組合 那接下來呢 塞公 然後也是詩人吳鵬鳳 吳鵬鳳是2008年金鐘獎的影帝 來 大家讀部長 謝謝大家來看這部戲 我要給詩詩他想到大家 你們看才有感覺什麼 兩個人要講話 好 馬上他忙 你看溫鳳鵬的穿著 跟他的施工完全不一樣 這個褲子是跟裙子一樣的 然後整個這種雅皮封 這電影裡面的詩都他自己寫的 大家可以再問一下 好 那立文 我一直看到立文 我就覺得跟劉子傑好像 他們兩個我一直搞混 立文是第一次演練 你就當上女主角來講一下 這是灰姑娘的故事 來 我平常都在做幕後工作 編劇比較多 然後因為我的老公是這部片的副導演 然後跟那個黃島啊 子傑都認識你滿久了這樣 然後有一天他們就去我家 然後我就說 欸我缺女主角 然後他們就說 好不然你來一段 你來試試看 他就叫我老公躺在那邊 然後叫我 試試看哭哭看這樣 然後我就哭 然後他們可能覺得 我哭得滿好笑的 你知道嗎 哇 你第一次演戲 但天才是演員 戲演得很好喔 好 來嘉祥 你來哥大哥 嘉祥 介紹一下自己 你是應該也不會是劇組的 幕後的工作人員 沒有 我其實 我比較多的是在舞台劇場這樣子 那我之前也有曾經演過電視跟電影 那之前96年是娘惹滋味 然後演那個泰國人 對 我還沒有 那個時候沒有演過台灣人這樣 來泰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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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恐怖屁蟲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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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 但是他最重要的電影是哪一部 介紹一下 對 是 《九南海》 對 我演的是那個 陶仁彥的玩具店老闆 我已經隱星排名很久 因為我怕被人家追殺這樣 OK 那再來就是這個作品 好 來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把問題開放給觀眾 第一個問題有沒有 這邊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喔 你會慢慢發覺喔 包括導演是一個簽成的 欸 好 這邊 這邊有一位 麥克風工作人員 看到沒有 那邊先好了 我舉了半天 怎麼可以沒有讓我講 鳳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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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台灣電影圈很重要的 靈魂人物 製片 林製片鳳美 他製片了很多精彩的表現 我姓張 張鳳美小姐 來來來 我首先還是要講 這是一個很好看的電影 龔共你真的很棒 然後我有一個很好奇的問題就是 他明明是一個很台的片子 那為什麼裡面的歌曲 都是 不是台灣的電影 這是我比較好奇 台灣的音樂是說我比較好奇的 好 那我們請導演來回答 我們有好幾首台語老歌啊 那個愛情的恰恰 然後傷心酒店 然後 還有什麼 啊 康秀吧 然後 之所以有前面那個 以色列 100年前的以色列民謠 那個是因為 就 就大概還沒拍之前 也是跟彭鳳在談那個 如果我必須十一千次的那個事情 在士林的一個Pub 然後 直打 然後之後那個Pub就放了那首歌 就 大概那時候也喝了幾杯 所以彭鳳就跳起來 你知道 這個事情就一直記著 那 那為什麼 我沒有這麼準確回答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之後有 那之後有這個西班牙的這個歌 而不是 而不是台灣的歌曲 那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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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這個台灣 台灣社會裡頭 我覺得是包容了許多許多的文化 日種文化 美國文化 那 剛好 前面的這一首 他 好像蠻 蠻刺切的表達一個 他的歌詞就是 唱歌要快樂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事情 那我們想要 建立這個 這個基調說 這個 道士他是 放這個歌 然後開始他軟生起來 他一天的工作要開始 那同時 希望團達一支是 就像以前說的 莊子上妻 骨盆兒歌 那樣就是 就不準備把這個葬禮 開了那麼的 正經八百 改拍得太嚴肅那樣 就是死亡 特別對道士來說 死亡他 可能就是 另外一段旅程的開始 那再者 那個 跟那個 最後那個 銀河 這個故事 有仔細來講一下 其實 我跟同夢一樣 就是 你比較想要知道大家的反應 那至少 因為現在 大家還沒有講到畫面 看不到你們是 就是有沒有在擦鼻涕擦眼淚這樣 是 很多觀眾都 就包括在香港 然後試片以來 很多觀眾 尤其是女生都告訴我說 看到 就是女兒被父親的遺照 那一段是標類 那 對我自己的話 其實那一段是最後加的 那只是 王老然後還有其他的比較資深的編劇 他們看過劇本之後 然後就給我一些建議 就覺得說要再多一點 婦女回憶的感人的戲 那 那時候我寫劇本的狀態是 我會先聽很多很多音樂 然後看那個音樂 可以把我帶到哪裡去 正好一天我去聽到這個 那他的歌詞就是在說 我要怎麼感謝那個人呢 那個陪著我 從我用辣米到用香水的人 我知道那不容易辦到 但我會嘗試 那我聽的時候我就覺得很感動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 那個女兒要對爸爸說的話 所以就很自然的 因為 突然我知道他也是在講 那個高中女生的故事 就很自然那個穿高中制服 那個喜 然後搭上這個音樂就出來了 歌詞要翻譯出來 那一段一整段沒有 字幕裡 會差很遠 那歌詞一定要 他會掉淚 是是是 也是因為這三段 像以色列的歌 還有To Service Love 還有騙我這個歌 讓整個電影有一種很不一樣的氛圍 好 來那這位觀眾 那個穿紅色衣服的